说到奔驰,很多车主都知道奔驰旗下最豪华的车型,便是奔驰S级了,售价高达百万,而且内饰比宝马,奥迪要高档很多,不过维修费用也是十分昂贵。 最近,据悉,该款奔驰疑似是一辆黑色奔驰S350L,国内售价在98万,落地110万上下,搭载一台3.0TB6双波轮增压发动机,最大马力313匹,百公里加速仅需6.8秒。 上图便是这款奔驰S级的内饰,采用三幅式方向盘设计,配备一块全液晶仪表盘,中控台的大屏幕和仪表盘相显接,整体的内饰看起来十分奢华。 这样一辆价值110万的奔驰S级,车主在行车过程中,由于中途玩手机直接导致车辆开上了路基,底盘直接被蹭,车子动弹不得。 面对这样一幕,车主立马打了保险电话,结果不到十分钟,就有三家4S店工作人员,立马赶到现场。 奔驰车主被感欣慰,网友看后,称,这辆奔驰修起来能赚很多钱,4S店肯定会抢着维修啊。